三十年代应该说是中国国产电影的第一个黄军时代 本来是大明星 蔡主生是一个小导演 我和导演已经约好下一部戏了 真的没时间了 蔡主生就寻找自己新的创作道路 特别是余光区 这部影片所达到的高度 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电影所能达到的高度